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個月的American Pie 當然啦 因為我上個月記錯了日子 原來不是6月上的 是7月才上的 Antman 但不要緊 我們已經禮詞了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是 Antman 2 應該像 Antman and Robbs 他的正式名字 不過香港的譯名 我覺得好像被人吵 初初不是叫黃蜂女 好像是另一個名字 然後現在就改回黃蜂女 但他好像叫什麼 黃蜂女崛起 你說現在這個 現身 那類 矮合二黃蜂女現身 矮合二黃蜂女現身 這套戲 老實說 我已經忘記了一說什麼 我是完全忘記了 我是記得某些動作場面 是剛才阿添提一提 我才記得 Thomas Thomas 剛才提起他要打那個 好像黃色的 其實就是歷史上 我們上一次他們 電影版出的時候 我們也有說過 其實是同一個角色來的 只不過為何 就 拆散了 我想好像你剛才開幕之前所說的 就是 這樣做會有助於 以後怎樣 因為譬如很難 很難輕易地 將一些 同一個角色的 第一二三四代 擺出來 但是你拆開了它 假設你將它變成兩個人 這樣就可以變成 有多些 其實已經三個了 其實這套電影已經是三個了 先說一下 都會有這個 劇透的 而且 以魏俠這個角色來說 其實是一個 挺爭議性的角色 那 他的故事 以現在 尤其是由迪士尼 買了 買了Marvel Studio 這個 尤其是Marvel Studio 即是MCU 那位 他可能有些事情 他不方便 太透露出來 忘記了介紹自己 Shadowblade 馬鑫基 噢 那也是那句 我們 這邊就租約其滿了 聽A批的朋友 可能是第一次聽的 所以呢 我們還留在這裏 就視乎你們怎樣幫我們 當然我們也希望你們 繼續這個 動費網上行黑的 無款計劃 因為 租約其滿自然會 加價的 任何地方都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無論是PayPal 是這個 過數給我們 或者是 問我們 拿電話去PayMe 我們都非常之歡迎的 好 那 不如整個Studio 租約去飛鴻山 那在街陸 就行了 飛鴻山 車貴 沒有車上 你知道 搭Uber上去幾貴 我剛才說了 這次的故事跟矮合的關係相對小 反而是 反而是 交代時間族 對 還有黃蜂女 因為 黃蜂女是有過矮合很多的 沒有人反對 沒有人反對 你馬上放下 你會知道什麼事 這套戲就是 因為 我們用這套戲來講 可能跟媽媽會有些不同 原來 黃蜂女的父母 就是第一代的 魏俠 沒錯 即是第一代 不要交代 是第一代 是第一代 他們就已經 證明我真的忘記了 他們就在一次的任務裏面 老母隻是米雪菲花 就停留了 就留在這個娘子世界裏面 回不了出來 因為她為了幫她老公 總之有一個回到她 總之要搞定這件事 對 應該是導彈危機 你可以看到的 於是 今次就是要講回 簡單來講 我用無線和阿士各講一次 無線的劇情就是 阿叉燒餅 要去娘子世界裏 救回善醫回來 所以下一集 《魏俠3》 就是好伊降臨了 而如果你用阿士的角度去看 今次就是 《魏俠2》尋找他媽的故事 就是找她媽媽回來 就是這樣 非常簡單的故事 因為要找回她媽媽 所以就要找回艾俠 回來幫忙 其實原本就不需要 不過有些東西 中間就加了《Ghost》出來 所以又加了《黑幫》 為了要搶奪一件 那個《Key》的音樂器 而那個《Key》的音樂器 就去了那個《Moveable》的音樂器 而那個《Moveable》的音樂器 就像叮噹那支變大縮小窗 可以變大縮小的東西 因為它是《Portable》 都是跟這件事 雖然原本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但因為它都需要爭奪 進入《量子世界》 或者拿《量子世界》力量的一個 她說她的期望是一個 對她來說是一個治療 是一個治療 因為她在說 這個角色 其實《Ghost》本身的角色 她原先的設定 就不是女人來的 但其實 即是漫畫 但女人不太漂亮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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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劍又連魚》 那不就怎樣 為什麼要吸引到你的眼球 你先弄個無緣無故 你先弄個無緣無故 就算夠數 不要說 不要說 你說我要貼照 去到一個位置 電影裡面來說 因為她那個 她的身世 由於一次 她的父親其實是第一代魏俠的同事 因為第一代魏俠是一個很囂張的人 趕走那些人 Ghost的父親證明自己都是可以的 她是自己弄過《量子世界》的儀器出來 就糟糕了 那就是全家產的 但就死了Ghost 但Ghost 就得到那種可以 她說到很多很物理的字 簡單來說就是她可以穿牆 她那個人 我們叫做非實體化 即是他處於一個 固體與不固體之間的東西 她是不是應該是 譬如我們是原子組成的 原子又結合又分散又結合又分散 她不停地說 即是如果大家給了一個再近一點的比較 讓大家知道什麼 就是她不就像《降之戀金術士》裡的那個阿弟弟 像嗎 像 因為她是沒有東西的 阿露是 其實她需要一些東西去放進去 其實現在Ghost的情況是跟她一樣的 就是在乎於 你不放她進去一個位置去控制她 即是沒有勇氣 她就會分散 她就會分散 那個人叫Edward嗎? 阿露 阿露才是弟弟 是的 即是現在那個位置 就是她處於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覺得這部電影真的很有真情 因為她是每一個人原本都有些關係 即是譬如 黃蜂女 她的父母 她的父母 有Bill Foster 是她的舊同事 另外剛才說的 Eddie Hardstar 即是Ghost的親生父母 她是三個同事 然後她的女兒 即是 Eva 現在就是 Eva Eva 現在成為了 為了要爭奪那個Cube 即是那個Lap 就跟了她的女兒 以及 一個跟她有些情數的Endman 一起在爭奪一些東西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是一家人 你會看到那個關係圖 是完全不像一些 就是 我這次和你敵對是因為我們 純粹唯有那一件利益 而是他們本身已經有些關係 有些恩怨情仇在 所以都 就是我看完 整件事很被動 由Day1開始 即是由電影開始到完 整件事都很被動 因為其實就是 大家在問 Infinity War 即無眼戰爭裡面 Endman寫到哪裡 其實就 有一句話交代了 現在就是 他又交代了這一句話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說 在Civil War之後 和Infinity War之前 就有這 90元的起飛 是啊 我們不怕 大家都反正 無論你看到還是沒有看 都好 你聽到我們 我當你知道我們會劇透 其實他就是 因為到最後那個 After credit 就是在說 啊 啊 有誰給他手指 是啊 其實那個故事 就是去到最後那個時候 你們忍著不出去了 這位 就是說 在家裡看完 什麼東西等等 那些 終於就是有 那 爸爸媽媽 就是Michael Douglas Michelle Pfeiffer 就是 Hang Pimp 和這個 Janette Van Dyke 在那裡 和Hope Pimp 在那裡 看著阿 矮俠去做一些事情 是幫助 Ghost 去 一個療程來的 就是 想把它實體化 對 實體化 但是呢 就到了 那一下 那時候呢 就適合他進去拿了些東西 就 他找不到他們 為什麼找不到他們呢 就是 畫面 然後交代了 就說 這三個人是 灰飛了 其實呢 都解釋不到 為什麼 Angeman沒有參與Infinity War 因為他不是說 他混在裡面 出了那個時間 其實他只是說 Angeman 因為一直都被FBI監視著 所以他沒有去過Infinity War 其實我覺得 迪士尼的 貿易 真是神級 出神的化 因為大家如果 回到兩個月前 那時候大家還看 這個Aventures 看得很高 他說 一定是Angeman 什麼一定是Angeman 為什麼呢 大概是 因為那些人 一定會 解釋到 將來他怎樣 可以贏到FANOM 或者是 為什麼他不存在 然後又說到 跟未來的 Eventures有很大的關係 我大哥 沒有 根本就沒有什麼關係 也可能有關係 因為就是 他進去拿了那些 量子治療 才有機會 但問題是 他沒有去再再發展 我想應該是這樣說 如果我看這部戲 你說他有沒有關係 如果他不進入這個量子世界 拿了那些治癒力量的話 我意思是 拿到這些治癒力量的話 將來就救不上那些人 但是他是在 Infinity War 2 就不是 Infinity War 1 這個位置就是 我記得 早兩集 沒有說過 因為現在MCU 正在走的東西 就是以前 我們看黑白 雨殘片 或者邵氏的電影系列 裡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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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說 會儲存一些 巧合 其實肉之後事 如何 其實現在 他當然說 更加明顯 給你看 就是說 你看下去 我是做這個動作 這次是第十九集還是二十集 如果說MCU 這十年 好像是十九二十左右 那現在就是 劇情的第二十一集 始終未到建局片 是 說回故事 其實這套東西 他就被包裝為一套 雖然他是動作片 但是 他是動作喜劇 我沒有冒犯 因為那時候的戲 我也覺得很好看 他有些 他的感覺 如果我要將他定義 他就是一些 成龍以前的動作喜劇 好看的年代的成龍 當然 後面那些叫含倫 那 所有東西都很唱法 很流暢 但是 就真的 純粹 怎麼說呢 我變成這次 我不是很見到 他 魏俠的重要性 因為上一次 他們是要去一些很細緻的地方 要穿過一些電腦板 總之要進入一個比較細緻的地方 才可以打鬥 但是這次就會變成 是 忌擊的過程 我為了不想讓你打倒 或者我想佔有那個優勢 所以我會縮小 或者因為某些原因 我要變大 但就不是因為 我要處理某一件事 而是純粹是展現了他的技能 就是說 變相就是 劇情 和他的能力 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因為你打鬥是什麼時候都可以的 你什麼劇情都可以打鬥 而什麼劇情打鬥之下 你都可以變大縮小 所以我會看的時候 我會覺得 動作雖然很長快 那些角色是很有趣的 我覺得很多角色都很有趣的 我未必每一個人都記得一些名字 但是很多角色 反而是配角 是令我印象深刻 過整個主角 你又回到Michael Peña 就是他的朋友 那些位置 對 例如那兩個 警官的下屬 那個黑手黨 那個黑手黨 那只是黑社會 就是那些 那些 犯罪頭子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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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 FBI的長官 那個 韓裔 韓國的 韓裔 韓裔 就是亞洲人的樣子 他扮過金正恩 是嗎 你忘記有電影給北韓 那個金正恩 是他來的 是 OK 不好笑的 這次 真的不好笑 我覺得他不是很好笑 這個叫Randal Parker 姓鶴 我覺得他是 這些人的演出 我覺得是 我會覺得搶鏡的 那些 會 甚至是 你說那個 類似軍火箱 那個人 就是 滿口 南部音那個 那個是 Watergorgons Cout 其實我猜不到 他會出現 我真的猜不到 出現 因為他之前拍的 是很Cout 其實你用 你就算說 不要說 配角 你說 裡面的Airman 其實是不重要 是強行說 因為他進入了 量子世界 所以才拿到 那條頻道 跟米雪菲花 去聯絡 如果不是 其實 只是黃鋒女都可以 黃鋒女有很多 甚至 我批評一件事 我覺得 男主角Paul Rudd 他去 嘗試演繹 米雪菲花 那個 角度 因為 有個位置是這樣的 你自己看 他 他是做不到 他做不到米雪菲花 那個位置 說回Motor Gorgons 我想說 其實 大家有沒有看過 他其他電影 現在 有些印象 但我又說不出 如果想大家 看他一套 更加追求的電影 就叫做 千詩屋 就是 Rob Somi 那套 叫做 House of Dobs and Corpses 他有一個很短的電影 但其實 他在一段很長的時間 在Fox 有一套電視片 叫做The Shield 不是Agent of Shield 是The Shield Shield 即是警盾 那個名稱 就說他做一個 不是警匪片 是通匪片 Sorry 因為那幫警察 那幫警察 那幫警察 全部都是警察 全部都是警察 他是頭目的 其中一個 左手 所以我很記得這個人 我都看著他 這麼好笑 為什麼他在這裡 因為他一向做 他是性格演員 做了很多架 你說其他的 Penna 不要說 Penna Penna 其實也有做過The Shield 就是那個Bidi Ba 整天都是 即是他的拍檔 對他的拍檔 即是M的拍檔 也是Bidi Ba 他也有做過The Shield 所以其實也有很多 咦 這麼熟眠口的那一隻 那 在於那個 Michelle Pfeiffer 其實大家知道是誰 當然聽過了 我知道我們的聽眾 我猜應該 雖然 我猜 他們的年紀跟我們差不多 蛤? 我覺得我們的聽眾 越來越年輕化 我怕是 是 那 那 Michelle Pfeiffer 其實就說 大家還沒看這個And Man 其實他也有參與過一些 超級英雄的電影 就是 這個 這個 八、九年 Pen方俠的續集 就叫做Batman Returns 我忘記了 九一 準確就真的忘記了 對 其實他是 可不可以叫做後現代Batwoman 不是 Catwoman Catwoman 都算 都算 是 這個是Under 天保頓去拍的 Catwoman 來的 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其實想看到她最漂亮的一面 其實現在都漂亮 我猜不到是拍得她漂亮的 雖然是有很多眼線很重的 make-up 有一點點鷹鷹姐的感覺 沒有 還沒這麼誇張 還沒這麼誇張 我覺得 沒有辦法 你始終年紀也有這麼長 可能她覺得 鷹鷹姐都漂亮 對不起 其實鷹鷹姐真的漂亮 我看她 是朋友 因為我覺得她的下巴有點大 另計 我的意思就是 米蘇菲花始終年紀也有這麼長 我覺得她的樣子是 精緻 因為很難用漂亮去形容 今天也能夠保持 叫做All Like 我不會用一個漂亮字來形容 一個她這個年紀的 對於我來說 叫做沈澤 雍容 對 雍容 其實如果大家想看 Share Fever 最全盛時期 可以看Batman Returns 1999年那一套 她做Catwoman 或者有一套 說她是唱Jazz的 叫做Fabulous Baker Voice 嘩 這套東西 加圖 我一定要加圖 真的超漂亮 超漂亮 這套戲 不知道 我自己覺得 沒有很多東西可以評論 老實說 我不覺得劇情很難 但是 她沒有什麼 令我覺得 她 我甚至乎 不覺得 她是一套超級英雄片 因為這些事情 沒有超級英雄的能力 都會發生到 你看到很多飛車 因為MCU 做了一個情況出來 就是讓你 去知道 我是一定要賺你一些錢 就告訴你 我有一個 偏偏的故事 就好像以前的 所有的大故事 她永遠有些 tie in 你叫你 硬要你買那本書 是 有點像 但是 你說的 沒有人說過 還有這些會特別 是有不同的味道 我意思 跟主線 會很不同的味道 是的 她就是 我會覺得 你想一下 當我們在想 我剛才看完戲之後 跟Tim有提過 就是說 我覺得這一套戲 就是 它回復回 是一個 我們日常level 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 有外星宇宙突襲 然後有些外星人 或者一大班機械人 或者人造AI 變成人來襲擊你 而是一個 黑幫搶奪寶物的故事 我們雖然不會看到超級英雄 但是都可能每天都會發生到的 甚至乎你這樣說 其實比起上一集 更加不升降入入 是的 更加不升降入入 因為你也有個Falcon 有其他人去做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我覺得有個問題 Anne的男演員 可能我認人不是那麼好 我到現在都不太認得她的樣子 我覺得她的樣子很普通 她的樣子有點像 鬼佬樣子 對我來說 不是一個典型鬼佬樣子 她不英俊 但是她又 怎麼說 其實我也是對於 這種鬼佬樣子 是有點面盲的 我覺得她跟 她跟Depu 那就誇張了一點 所以我就說我面盲 她是那個格 那種樣子 我再說一些震撼一點 她的樣子是像什麼呢 她是像一個完美版 走去南貝方吃旅 然後拍照 然後收人錢的樣子 我反而沒有留意這傢伙 就是 白到混蛋 白到混蛋 五尺 八九左右 面長長 面高高 深色頭髮 可能有藍眼睛 沒有藍眼睛 都不想你 你用什麼羊腸來的 對於女人來說 我沒有一些怨恨感在這裡 只不過說 喂 這傢伙 如果是這傢伙 跟你 即是無緣無故 你見到 早前說 不知跟誰人去拍拖 即是有個男生去拍拖 接著這傢伙 聊了他去去的話 接著 弄了一塊的話 他是那個樣子 他是很精緻的 即是他是普通的 即是雖然他是拍過這個 不得生 但其實一類 耶 OK 我應該給他一點面子 但 老實說 愛情小品 一定有他的份 我覺得 不是差的 以他這次的表現來說 真的不是差 我不是說他差 只不過是 整套戲來說 他不算是 好 好令你 好令你感到 很興奮 或者很興奮 的戲 anyway Payton Reed 本身不想再去 即是 同一集的導演 同一集 他不想給你一些 新的元素 去衝擊你 即是 James Gun 即是 剛剛被人兜的那個人 他反而會給他一點點東西 Guardian of the Galaxy的導演 是的 他會給他一點點衝擊 而 當然 這個可能我們要開另外一集去說 女主角呢 你覺得女主角做成什麼 女主角不漂亮 女主角 扮Leaf Tyler 審了一些 即是 我經常覺得Marvels 即DC是 被Marvels 原味的擊敗 唯獨一件事 Marvels 應該去吃屎 就是 女主角從來都不漂亮 那些人 聽到當然不是 黑寡婦很漂亮 多少歲 過了高峰期 即是黑寡婦是索的 我也同意 現在真的是黑寡婦 但他真的要吸引 都漂亮 現在都漂亮 我不敢 Scarlett Johansson 女神 我怎敢說不定 但問題就是 我們把鏡頭計劃到DC那邊 我們看看Wonder Woman 我們再看看Aquaman的女兒 我們再看看小丑女 我們再把鏡頭計劃回去 看這個驚奇隊長 我叫做 Captain Marvels Captain Marvels 喂 出了未呀 那個名字 好像未正式出中文名字 未叫驚奇隊長 但anyway 因為真的太不適合了 在香港出 你算了 如果我們說到那時候 你又說在曹英驚奇隊長 那時候 你有沒有見過我們新的錢 新的錢 我只見到香港60 我不知道 那些三大銀行出 還是這個銘通出 一樣 真的 他就是逼你轉用人民幣 美金不能夠 可能不收 在香港可能沒有人收 你還是要唱它 去做 你不要拍我 你 唯有是這樣 吃魚打海的時候 不能拍 所以 Aman 2 那個女主角 就是 Marvels category 叫做普通 但是 都偏醜 對 其實為什麼要找一些 雖然我真的不是特別想冒犯這個女主角 也不是想連名其事 但是 這一類這樣的電影 為什麼不是找一些 年輕人有活力的女演員 其實我是一個問題 因為 很容易理解 你當然是 所謂 月木的意思 對於男性觀眾 當然就是 年輕人有活力 其實你看到 Marvels有一個圖案 他拍的電影 他會找 很廢 很廢 他會找一些 有一個 就比較便宜 一個 就比較出名 帶著肚皮的 Ironman 那時候 其實 Robert Donald Jr.很美 女主角 是影后 然後 他旁邊那一件 都很厲害 對 然後 例如 雷神 雷神那時候 男主角不紅 他找誰 他找了 沉默的羔羊的男主角 去鬥他 例如 Renee Russo 那時候 是嗎 是嗎 厲害 我覺得他很想毒藥 雷神的男主角 不是 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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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就只有頭頭尾尾 他不是很多劇情 四場五場戲 沒有 夠導彈一場 跟女兒玩終於一場 跟女兒玩終於一場 跟著他說我有特別任務 臨時要走了 親了女兒一場 最後在 救回來 一兩場 TESA一場 五六場 全部都很短 所以他們計算是可以計算 其實最典型就是Spider-Man Homecoming 找Walbert Donald Jr.來討論 他拍了多少隻 他拍了兩天還是三天 那裡很貴 當然已經收了不少錢了 我想說一部電影 我覺得他真的很一般 是因為劇情起伏很小 甚至乎 我覺得有些 我看的時候 他問他為什麼救 阿米說菲花回來的時候 他要救個Ghost 是很容易的 然後就暫緩了他的 不觸碰的 怕的也不會那麼厲害 對 我覺得 不是這樣吧 可不可以多一點氣 你之前說這女兒已經很痛苦 又說幾天就死了 我不是說 因為他這種環質 當然不是我們一般人可以理解 要治療也可以很科幻地解決 但 既然你都說到他那麼沉痛 可不可以多一點氣 另外 整個追逐戰的時候 你知道這些普通人 要贏 Antman 是很難的 因為他畢竟有大有小 所以就變了很多 飛車的場面 那我就會變得 不像是我期待 已經 即是進化了 就算是飛車場面的話 其實要屌的 真的要屌的 其實 你如果說是一個 其實他說是 三藩市那個位 去做一個 飛車追逐的話 其實地理環境上面的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一些 賽車遊戲 或者是看過一些電影 關於三藩市的 很多斜路 很多斜路 還有很多護旋處的位置 其實他有做過一幕 但其實做得最好 反而就是石破天驚 The Rock 而是 你 當這個位置是一個指標 其實我說 要做事 就不要做同一件事 做好一點 他就是沒有做同一件事 他做下了 很多斜路 但我就不玩斜路 我看不到 只是有一個位置 他這樣做 其實說 他的回旋位 就是中間有個花圃 其實外國很多地方都有 但 在維路市 三藩市的位置 是會斜路 有一個花圃 San Friend 是不是很出名 有那個想斜路的路 是不是San Friend 有啊 石破天驚也有 這裡好像沒有 沒有了 San Friend很早出名 我看他的 那個 那時候 就好像沒有寫到 在San Friend 有 他有對San Friend unique 變成 撐這個費 你只拿那個位置來做 就糟糕了 對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 都是一套 我不覺得很高水平的電影 甚至乎他不像 出國英雄電影 我不是說一定要 有外星人才行 但是 他就變成了 什麼呢 他這一套是 我會覺得 放在Netflix的 那些 你記不記得之前有一套電影 說過圖學的 哪一套 我忘記了 Ferris Builder Day 有很多年前 就是說 因為這套電影 在開始的時候 因為他 在Civil War 就 被人拘捕了 Infinity War 也有說 他說被人拘捕了 但問題是 他不是坐牢 但他就要 軟禁 就是樓下 軟禁 那 就 他就 說 在你軟禁期間 你又有些事情要做 那怎麼辦呢 就好像我們 我們射波走堂 就是怎樣 用什麼方法 我射波走堂 但我又不用被人睡 不過這套電影 有沒有東西值得讚呢 我自己就 有的 我自己看 我會覺得 他跟他的女兒的關係 OK 雖然寫得很白 但因為他的女兒很精靈 他的同聲做得很好 所以 我覺得 這個部分 是我覺得 做得 不錯 還有我會欣賞的地方 其他就 就是 平均 左右 所以 沒有看 也沒有什麼損失 也不影響你看 《Avengers》第四集 如果你真的很掛著這套電影 尤其是 尤其是 Michael Panter 那種 被人打了 告訴你 你好說什麼 我 是呀 強 跟我這樣 跟我這樣 我覺得 這些位置是OK的 這傢伙反而是 最 很長的 反而是配角 配角是做得不錯 不過 那兩個警衛 就是下屬 剛才你說的 Louis 那個黑幫 Louise 是 Louise 還有 那個黑幫 就是所謂 黑屎 黑屎 是 Sunny Birch 白騎 Sunny Birch 所以 他們 反而是看演員 如果真的要看的話 甚至是看演員 就是看演配角 都是一班 令到你看得很輕鬆的電影 最近很多電影 所以 還有 可能來到這裏 都還沒水 如果以 近 我們現在錄音 這幾個星期 有Incredibles 2 跟著有M.I 不知道第幾集 已經 M.I是不是正在上映 對 M.I正在上映 還有 馬東石那部電影 接下來下個星期 又有 《雨神同行2》 其實是 都已經 開始染了一部電影 是啊 那 那就 不看沒有損失 Old Antman這部電影 有點失望 我自己有點失望 但是 我看的這一場 是 都幾多小聲的 如果他想拍一套 動作喜劇的話 他達到標 的 因為的確是 富裕了很多想看一套 很輕鬆的popcorn movie的朋友 還要是 那個範圍很大 因為 我今天看到的是 一些 上了年紀的人 也有些 你看上去像是 小學 的小朋友 也有些年輕人 輸減 師兄 我的意思就是 一個這麼闊的範圍 是全部都會笑 所以 他是一套 合家歡的動作喜劇 如果你是 跟家人 例如 原來你原本自己 入場看的 但發覺 夜晚沒什麼做 不知道跟子女做什麼好 或者老婆做什麼好 開支唱片 遲些 出唱片的時候 開支唱片 這部電影是一套 不會出事的戲 又可以你想想 又有些婦女的愛情 親情 如果你跟女兒一起看 你會想 女兒 你看別人的那個 多聰明 你也會這麼刺激 會有些這樣的效果 可以出現得到 你是不是有話想說 Guardian of the Gakets的導演 Guardian的導演 剛才不是說的 沒有 他被人解僱 因為被人刮回他 很多年前說的言論 超過十年 其實我是上網去看過 他說的那些什麼 例如他又說 Experable好看 騙到我想奸個小孩 其實這些 過不過火 但是擺明他 他不是認真地說 他是一個極度口不責任的人 為什麼呢 你聽到這樣 當然是屌這個人 當然是那些 仆街右翼 但不是他當了特朗普 他經常有 他這個人是那種極度口不責任的人 所以他經常拿一些 戀童 拿一些很踩界的東西來開玩笑 例如他說 我記得有一個是什麼 說 這間酒店的花灑真是很弱 好像那三歲的小孩 對著我的頭小孩 那這樣有沒有惹害 我覺得是 也有些 例如他說 我昨天跟一個被判有罪的戀童 在一起看書 他是很喜歡 他很喜歡玩笑 一個真是戀童的人 是不會肆無忌憚地說這些戀童的東西 他擺明是很政治不正確 但是問題就是 畢竟 Marvel Studio Under 叫迪士尼公司 迪士尼是一間 做小孩子的公司 你這樣說 對迪士尼來說 有些老鑑 但現在好像說 整隊團隊都支持他 因為已經不說整隊團隊 只是說 已經有不少的Google聯合聲明 就想挽回他 保住他 保住他 在我的意見來說 其實我覺得 他不是現今做過一些事情 就像他做的一些事情 只是他說了 我的大前提話 他只是說了 對吧 我們經常在說很多事情 以他的 standpoint 尤其是你不出名的時候 你什麼都會噴 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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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承認這一點 但是你是不是要嚴重到這個地步 很見人見智 整件事就是因為你的士尼 你覺得是要採取政治正確的態度 你清醒一點 石頭皮 就有點老鑑 因為他只是做所有生意的士尼 你那群人有誰沒有痛過被握住 我知道的 我現在不用開名 你看到米其老鼠強姦 不是強姦 雞姦 我不知道 究竟米其老鼠能不能夠雞姦當成可以 因為問題是他是一隻鴨 那究竟強姦這隻鴨能不能夠算做雞姦呢 這是一個很哲學的問題 我好奇 如果真的是黑材料 這些出不了街 什麼出不了街 神經病 當然可以 我們只是一個選擇 我們只是問 還有我想問 假如這樣發生 我們能不能夠稱呼這個過程 為一個雞姦的過程 因為他是一隻鴨 對 還有他是一隻老鼠 對 無論如何 因為這套戲真的不太多東西 值得討論 所以內容就一節到這裡為止 好 我們下個月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 謝謝 然後 不客人 沒 沒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